城隍爷贴心地帮城隍夫人夹菜 旁边还有手拿爱心的月老 以及忙着上年菜的神农大帝 和手持针线的雷主 众神一起围炉 嘴里咬着钞票的虎爷 则是为大家招财 位在迪化年货大街上的台北峡海城隍庙 每年农历年前都会印制春联和民众结缘 今年以众神团圆范为主题 邀请众神保佑民众幸福一整年 好那今年呢 就是我们台北下一城隍庙呢 其实已经连续很多年都做这个生肖的春联 那其实跟其他的春联不太一样 就是大家可能是提字啊 然后或者是用斗方的方式 就是一格的那种 然后我们今年的话 就是把众神明都画上来 这一个春联上面 那上面就是有庙内的一些神明 在吃团圆饭 因为我们过年总是要吃年夜饭嘛 所以上面就有城隍老爷啊 城隍夫人啊 你看城隍老爷就是来夹菜给城隍夫人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这个大家熟知的月下老人 然后跟这个神龙大帝 为什么有神龙大帝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迪化街上面周边满多都是中药南北货的店家 然后他也是这个守护神 然后也因为这样我们庙内有神龙大帝这尊神明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产业神就是雷主 那雷主就是因为周边有这个布室 然后有这个服装产业 然后也有很多现在很流行DIY嘛 手作嘛 那就会守护这些相关行业的人 那当然还有很重要 那要过年我们就是一定要赚大钱嘛 希望新的一年赚大钱 但上面就有这个荷崖啦 这一壶也还咬的钞票这样子 那龙年嘛 所以我们就用庙顶上面的两个很漂亮的简年 然后双龙抢猪的简年去做成 那双龙抢猪也是就是守护 然后希望呢我们这个更加幸福的一个意念嘛 所以就然后这个龙的身体上面呢 还有这个迪化街的建筑的 这个天际线的这个感觉 所以就也希望说 大家待会去可以贴在门上面啊 窗户上面啊 就是祝福一整年啊 另外台北峡海城王庙 每年都会在元宵节当天发放小提灯 今年龙年小提灯 同样由知名旨意加洪新富老师设计 提灯造型立体 配色讨喜 邀请民众一起来欢度元宵节 那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龙年的小提灯 那一样会是在元宵节当天啊来做发放 然后晚上也会带大家夜游大道成 就是元宵节二月二十四啊 这个六点啊 我们就会发 然后现场也可以坐一下 那七点我们就带大家去夜游大道成 来看看晚上的大道成 那今年的这个灯呢也是一样是洪新富老师设计的 它其实是两面 红色的跟金色 你可以自己选你想要煮的那一面 那像这个就是金龙嘛 然后后面还有Happy New Year嘛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小提灯 那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来 那我们的除夕夜晚上当天 晚上十一点其实就是初一啦 然后我们就会有新春团拜 会发这个除夕的这个 等于说是新年的发财金 然后有一样是五百个一百块的 这一个发财金这样子 随着春节脚步接近 越来越多民众来迪化年货大街办年货 民众可以顺道来狭海城隍庙拜拜索取春联 另外由于元宵节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 台北狭海城隍庙也欢迎民众在元宵节来拜月老 祈求一整年感情圆满 诸事顺利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